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 拉波尼 我要能看见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好 今天我们的牧师呢 他在以保兵如港卫里公会的福音祖日正道 所以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我们的教区会有领袖彭恒国弟兄 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分享信息 让我们拍手 欢迎他 然后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的是巴迪买的呐喊 让我们再一次以更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教师 各位主内地学生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上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 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 主早晨来到你殿中的时候 我们一段的时间试下你的话 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我们众人进入真理当中 无论讲的 听的都同感于一灵 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这个的时刻 再一次与你相遇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跟大家试考这个题目叫巴迪买的呐喊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大家非常熟悉 对不对 巴迪买的故事很多人都懂 那这段的故事其实在圣经当中记载 不单只是在马太马可福音 其实在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 及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都有同样的记载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不妨拔开这个段的圣经 你会发现经文当中讲的差不多一样 但是有一些的地方是不同的 至少有三个矛盾点 我们去看看一下 那有哪一些的矛盾点呢 第一个 这一段的经文记载的到底是有一个瞎子 还是两个瞎子 如果你看经文的话 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有两个盲人坐在路旁 我用的是河尔本修订版 河尔本版本就告诉有两个瞎子 那么马可福音讲什么呢 马可福音说有一个讨饭的盲人 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 路加福音却告诉我们 有一个盲人坐在路旁讨饭 好玩了 圣经不是神的话吗 怎么一个说记载一个 那么有的两个的作者说记载一个的盲人 但是马太去记载有两个呢 问过你的牧师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读圣经 你就会看到这些感觉是好像矛盾点的 那我们去解决它 不是不能解决它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经文里面看起来矛盾点 其实一点都不矛盾 如果你去详细了解 你会发现 马太福音界作者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的对象很明确的是犹太人 那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一个事件能不能够诚实 就是说能不能够 是不是说是真实的一个事件 那就需要至少有两个证人 要有证人证明有所讲的是真的 那才算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有证人是很重要的 好了 所以他讲了两个盲人 那就表示什么 巴迪买这个的事件 他旁边那个盲人可以做见证的 明白意思吗 那路加跟马可福音呢 他们的对象不是犹太人 他们的对象是外邦人 所以你就会发现 对他们来说 两个一个都不重要 重点是 他要带出那一个人是谁 所以从马可福音当中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那个人叫做巴迪买 好 第一个问题我们处理了 第二个问题你再问了 那到底耶稣是进城还是出城 你说圣经有告诉我们这一些吗 弟兄姐妹 当你去读圣经 你把这三段经文 把它平行地来看 把它放在一起 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大群人跟随耶稣 出耶利哥 马可福音说 耶稣同蒙徒 并许多人离开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饭的盲人 是迪买的儿子 把迪买坐在路边 那路加福音讲什么呢 他说耶稣将进耶利哥的时候 又来了 对不对 到底是离开 还是进到耶利哥 进跟离开有很大分别的 圣经作者很明显告诉我们 一个是进一个是出 矛盾来了 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耶稣是出也是进 为什么说耶稣是出也是进 原来在当时候 大西律在旧耶利哥旁边不远处 他建造了另一座的新城 叫新耶利哥城 明白意思吗 所以你出这两点 我们不晓得耶稣是从新耶利哥 进到旧耶利哥 还是旧耶利哥进到新耶利哥 总之是在这两个城的中间点 所以耶稣碰见了他们 就看作者 他是从哪一个角度 去写这段的经文 可以吗 第三个的矛盾点 耶稣一字八地买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那到底耶稣一字八地买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医治呢 是触摸他 然后医治他 还是说耶稣用一句的话 命令了他就医治了呢 你会发现经文当中 也同样告诉我们不一样的 帮我调回去好不好 跑了 谢谢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说什么 耶稣动了此心 摸了他们的眼睛 他们立刻看得见就跟从耶稣 马太福音说 耶稣对他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路加也同样记载说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吧 你的信救了你 马太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耶稣动了此心 摸了他的眼睛 但是马可跟路加却说 耶稣用话语命令 他们就得医治 那真实是什么呢 真实的事件 耶稣就是用嘴巴命令他 他同样怜悯他 摸了他的眼睛 可以了吗 因此你把这三段的经文 把它拼奏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 当时候事实上是有两个盲人 坐在路旁 然后耶稣经过他们旁边 我们不晓得新城还是又旧城 但是经过他们旁边 他们喊着说 耶稣啊 医治我 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过来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 也吩咐他们说 你能看见了 他们就得医治了 这是这段的经文的记载 那我们问另外一个的问题 到底巴迪买是谁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他叫巴迪买 到底巴迪买是谁 严格来说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巴迪买这个人呢 这个字其实严格来说 不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没有名字 因为圣经没讲 他的名字是什么 圣经是说什么呢 他是迪买的儿子 巴这个字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马来文 阿玛 bin Abdullah 阿玛是 阿玛的儿子 好像我们的印语同胞的话 那就是 阿玛的意思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他只告诉你们 爸爸的名字 没有讲 儿子的名字 就好像今天 你去到五条路 五条路的都懂了 那可能 讲出来 他们知道是谁 但是真正来讲 红国 五条路老一辈都未必懂得我 因为他们认识爸爸 比认识我更多 OK 那这个的名字 什么意思 知道吗 迪买这个名字 在原文 希腊文里面 他的名字是荣耀 换句话说 巴比买 这个人 他是荣耀之子 好玩了 一个荣耀之子 今天一点荣耀都没有 坐在路盘讨饭 像话嘛 对不对 一点都没有荣耀 一点尊严都没有 这本来是他尊严的 本来是很有丰富尊容的一个人 但是此时此刻 他坐在路盘讨饭 他要人家来周记他 弟兄姐妹 原本是有荣耀的 但是他一点荣耀都没有 而这一个人事实上 在当时候是可以真实 可以寻返的人物 所以圣经这样子 记载巴迪买的时候 他其实告诉了我们 今天你去到耶利哥圈 你去看 你去问 你可以问到这个人在哪里 他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人绝对不是虚构出来的 所以他是可以寻找的人 那我们再问了 那巴迪买这个人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刚才我说了 巴迪买这个人 他没有尊严 没有荣耀 那这个人 不但没有尊严 没有荣耀 他其实他的人生 是一个孤独无助的人生 但你去看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来到耶利哥 只为了他们 就是耶稣跟门徒们 来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离开 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犯的盲人 是迪买的儿子 巴迪买 坐在路旁 各位看 我用了一些的字眼 highlight起来 讨犯的盲人 然后坐在路旁 这个讨犯的盲人 是什么 当他说坐在路旁的时候 其实就告诉我们 一样的事情 巴迪买这个人 他的身份是非常低微的 他被人家欺视 被人家忽视 没有人会看得见他 坐在路旁 人潮来来往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有这一个人的屋存在 坐在路旁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可怜的人 他不但坐在路旁 身份低微 圣经甚至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讨饭的人 谁会愿意去讨饭呢 他必须把他的捐言放下 对不对 为了三餐 必须把他的捐言放下 当然今天有很多讨饭的人 是叫做Mestis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正确实 像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一个能够去讨饭的人 那就表示 他在生活 是非常的过不去的 在生活在周围里面 是被人家忽视 被人家轻视 被人家看不起的人 圣经也说了 他是一个盲人 盲人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这是一个残缺的人 一个残缺的人 是什么缘故 他会残缺呢 那是因为 他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的问题存在 可能是他犯了罪 可能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 以致处罚来到 他生命当中 上帝看不起这个人 把处罚降临在 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一个盲人 在肚旁讨饭 还是一个被人家 看不起的人 巴迪迈 他的人生 就是一个非常 孤独 没有盼望的人生 这个的人 他的生命里面 没有尊严 没有地位 弟兄姐妹 想一想看 这是不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人生 写照 你在生活当中 没有人 没有人关心你 生活当中 没有人注意到 你生活当中 你做任何一件的事情 人家都会觉得 这个人 算得了什么 看不起你 会吗 如果我们发现到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东西 是被人家拒绝 是被人家否定的 其实我们跟巴迪迈 没两样 你会觉得 你自己的价值 没有了 你会觉得 自己的人生 就在这种 没有盼望里面度过 去年九月 Netflix出了一个 非常出名的 一个的影片 韩国影片 大家懂啊 有看过的 举手一下 鱿鱼游戏 不敢举啊 吓死我 只有一个小孩子举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部戏 儿童不一啊 由于游戏 真的和儿童不一样 这个是一部 给成人看的 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里面的 这一部的影片 非常的暴力 那我看了 为什么我去看 因为评论说 这一部的影片 在骂基督教 他在讽刺教会 我就好奇了 到底他怎么讽刺教会 我就去看了 这一部的影片 真的 把教会的一面 其实也很真实地 反映了出来 我们一方面 叫人家来做礼拜 但是一方面 自己没有生活见证 那这一部影片 在讲什么 这一部影片 在讲456位 在社会上 被人家拒绝的人 有一些是欠债 走投无路 有一些是监牢 监狱放出来 他很想重新开始 但是被社会的人接纳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里面 机会来到了 你来参加这个游戏 只要你赢了 你就会拿到456亿的行员 但是你输了 你的命就会失去 这456个走投无路的人 最终决定了 他们要拿到一笔的财富 改变他们的人生 他们参加了这个游戏之后 当然故事记下去的发展 你就大概预想得到 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赢家 很真实的一部 评论整个社会现实 环境的一个的影片 但是这一部的影片 也非常的暴力 暴力的这个程度 很多人今天都不敢玩 木头人 因为玩了木头人 会死人 OK 成年人你有兴趣 你可以找一找 年小的我就不建议你看 真的很暴力 弟兄姐妹们 这部影片很真实地 反映了社会里面 有一群的人 是被人家忽视的 可能就在我们当中 你可能是一个很贫穷的人 你在社会里面 没什么地位 社会当中 你讲话的时候 人情言威 你做什么 都没有人看得中你 你讲一句话 人家会认为说 这句话是废话 你讲多几句 人家会用脚踹你 这样子的人生 是不是孤独 没有判官的人生 我告诉你 巴迪买的人生 就是这样 他坐在路盘 等着人家乞讨 等着人家给他饭吃 等着人家给他一些 一些些的 施舍和怜悯 弟兄姐妹 这样的一个人生 在没有判官的情况之下 他懂得做什么呢 他抓住了一个 仅有的机会 他仅有的机会 是碰到耶稣 你看经文 经文是这么说的 他听见是 拿撒勒的耶稣 就喊了起来说 大卫之子耶稣 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喊着说 大卫之子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 叫他过来 他们就叫那盲人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在叫你了 盲人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很熟悉 就是很平常的一段的经文 就告诉你说 耶稣 被盲人听见了 知道耶稣来了 他就呼喊了耶稣 那我说 他抓住了仅有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去看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 这位的盲人 他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是他内心非常的血亮 他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 耶稣是谁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大卫之子 耶稣 什么叫大卫之子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他们对大卫之子的称号 是对米赛亚的一个称号 换句话说 这个巴迪买 他知道说耶稣是救主 他知道耶稣可以帮助他 他知道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 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个人眼睛非常的亮 虽然外在看不到 他听得到 他从哪里听 就在耶利哥门口 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人 都会开始讲述 耶稣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明白那个经文背景 你就知道 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 经过耶利哥 因为一个礼拜之后 耶稣就死了 这是他受难之前 经过耶利哥一步一步 往向 各各他路向的一条的路 在这个时刻 盲人抓住了这一个的机会 他心里面知道 在我没有盼望的时候 当众人拒绝我的时候 耶稣可以帮助我 今天当我们内心里面 感到孤单 感到没有盼望 感到失去方向的时候 请问 你的心里面 是否知道 耶稣可以帮助你 还是我们的眼睛很大 我们看得很清楚 每个礼拜 可能你都来到教会当中 坐在这个地方参加崇拜 但是 耶稣从来不是你的主 你也从来不认识 耶稣是你生命的主 你的内心可能一点都不亮 内心是灰暗的 你来到教会里面 你坐在教会里面 可能最后一排 可能最后一排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没有发现到 原来今天早上 你来敬拜的是这位的主 所以可能我们外在 眼睛很雪亮 但是内心却麻木了 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这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里面 有很多这一种的人 知道吗 我拿一个例子 你看过Dilaranbong Samba的招牌吗 Stiawan的人应该很熟悉 这个招牌 对不对 Dilaranbong Samba Tender Sribu 但是 请问哪一个地方垃圾最多 你会发现 Dilaranbong Samba下面就是垃圾堆 这个是人生最大的讽刺 你知道吗 这些的人 他不懂马来文吗 在马来西亚 这几个简单的马来文 你还不会看的话 你真的要回去Datika 重新读过 你不要说 我说华人看不懂马来文 对不起 马来文是我们的国文 你是要看的 但很多人眼睛看得到 他知道Dilaranbong Samba 对 不可以丢垃圾 会惩罚一千块 但是垃圾在下面就挂着了 这个就是一群 外在眼睛血亮 内心却麻木的人 甚至妹心是瞎眼的人 同样来到教会 当中有很多人 外在的眼睛很血亮 我们会在教会的门口 拍很多照片 我们会在教会里面 每个礼拜天 准时来报道 但是内心里面却是暗的 我们从来没有把耶稣 邀请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感觉到 人生没有盼望 感觉到人生孤单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 原来我们的主 就是那一位的救主 弟兄姐妹 你内心血亮吗 思考一下 第二 他抓住了那一个的机会 他抓住什么机会啊 我刚才说了 这是耶稣最后一次 经过耶路撒冷 之后 经过这个野利哥城 之后他就去走向 十字架的道路 如果巴迪玛这个时候不喊 他就错过机会了 因为耶稣一离开 他就没有回头 当然复活之后 又没有回来 另外一回事 圣经没记载 这一个时刻 巴迪玛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他的眼睛就得不到医治 他抓住那个机会 你要知道 他抓住那个的机会 多难 他需要用喊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大声地强调 说大卫之子耶稣 可怜我吧 当他这样喊的时候 周围的人跟他说 安静 不要讲话 看圣经 弟兄姐妹们 当他抓住这个机会 旁边的人责备他 不要出声 耶稣经过 你知道老师经过 老师可能在路上 旁边很多的门徒 他会交谈 可能当时候的人 就开始要想尽办法 拥戴耶稣做王 很多人群拥挤着耶稣 冲啊冲啊 把他捧上去 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启事 耶稣也在当时候 确实给人家看出那种 战争弥赛亚的那种的气势 犹太人就 我们的旧主 我们的盼望来了 是因为能够推翻 这个罗马统治的一个军王出现了 他们就要把耶稣捧上王位的时刻 人潮在汹涌 在拥戴一个人的时候 巴迪马叫人家喊什么 当他这样喊 人家叫他安静 叫他安静 他就越发大声地喊叫 那种靠着耶稣那种的信心 坚定不移啊 弟兄姐妹你看过这一点吗 人家跟你说不要讲话 你越发大声讲话 如果今天崇拜里面 有一个人忽然站起来 大声讲话 我相信赵大远会请他出去 对不对 因为你会干扰整个场面 那么耶稣在那个时候 巴迪马知道 他抓他 知道这位的救主来了 他不要放过这个的机会 他坚定不移 就算人家跟他说 骂他叫他安静 他坚定不移 他说我就是要耶稣帮助我 大声地喊叫 这位的救主来帮助我吧 弟兄姐妹 他的生命当中 不但坚定不移 你会发现 圣经甚至告诉我们 他舍弃了一切 你说圣经哪里有讲 他舍弃一切 看不出来对不对 你去了解经文 你会发现 他有一段的话记载 他就把外衣丢了 当众人跟他说 安静不要讲话 他继续大声呼喊的时候 耶稣站了下来 耶稣停了脚步下来之后 叫他过来 那么接下去 我们就看到这一幕了 巴迪迈就跳起来 丢下他的外衣 跑向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这什么意思 外衣是巴迪迈 仅有的衣服 仅有的财产 你看圣经 你就会发现 在生命纪第24章12到13节 说什么 上帝吩咐以色列的百姓 他说 他若是贫穷的人 你不可用他的抵押品 盖着睡觉 日落的时候 总要把迪亚品还给他 让他用那件外衣盖着睡觉 他就为你祝福 这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 就是你的异形了 意思说在当时候的 普遍社会里面 有一些贫穷的人 这些贫穷的人 他们穷到 什么都没有 只有剩下外套一件 这件的外套 是他仅有的东西 然后上帝跟那些富有的人说 今天哪一些贫穷人 跟你借钱的时候呢 记住 盘晚的时刻 他把这个外衣点当给你 盘晚的时候 不管他有没有还钱 你要把那个外衣还给他 让他可以盖着睡觉 有来在犹太人的 有这个中东 就是在迦南地那一个地带 他们的这个地理环境 白天是很热的 但是往上是很冷的 那是两极化的一个气候 所以他往上很冷的时候 乞丐住哪里啊 你休想他有一个暖房 可以睡觉 他可能睡的就是路旁 很可能睡的 这个破破烂烂的房间 那他的 他的仅有的财产是什么 他的外衣 他的外衣是可以 让他盖着睡觉 可以往上能够保暖的 而这个的时候 他竟然把他的外衣丢了 这一丢就告诉了 我们巴黎买 他宁可拥有耶稣 他丢掉世上 所有的一切东西 他的外衣虽然在人家 看起来说 这是他仅有的财产 但这个时候 在耶稣基督面前 这些算不了什么 抓到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从巴黎买的身上 其实就让我们看到 一样的东西 今天 我们不要在乎 世人的评论眼光 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 抓住亲近耶稣的机会 很多人告诉你 说你信耶稣的话 你会这样这样 你会那样那样那样 你不要信耶稣 你的面子放不下 我的岳父曾经是 庙里面的副主物 白天晚上 他都要去庙开门 晚上要去关门 这是他的日常生活 叫他信耶稣 门都没有 他也觉得 他的面子放不下 最后 当他生病了 长话短说 当他生病病倒 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说 叫他女儿 叫我的女婿来 然后 人的话叫一个牧师来 我要洗礼 我告诉你 我们都吓一跳 这一个的人 是拒绝耶稣的 唯一有一次的机会 能够盼望 有机会接触耶稣的时候 就是有一回 我带着这一个 五四小牧师 去到他的家 原本是 我的车 parking在那个地方 我们要去拿车 然后牧师来了 我就顺便介绍一下 给我的岳父认识 介绍一下 就成朋友了 成了朋友 福音就进去了 那最后 他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就 把他的面子放下 他说 我要洗礼 接受耶稣 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放不下 他的面子 不要耶稣 我的父亲 也是这样的人 我的父亲 我为他祷告了十八年 我从十三岁 开始为他祷告 到三十一岁 他才信耶稣 我三十三岁 他就离开世界 所以他信耶稣 不到两年 他之前信耶稣的时候 我知道过程 观牧师应该 比较有印象 因为他信耶稣 过程是非常奇特的 之前他的面子 是放不下的 我在传统的家庭里面成长 你知道吗 你们孩子信耶稣就好了 不要叫我信耶稣 我们怎么跟他讲 都没用 但是有一回 有不晓得什么事件 应该是我妈妈一句话 你以为你死了以后 还有人拿金来烧你 这很真实 对不对 你以为你还会有人去烧 因为孩子全部信耶稣 最后 当他放下面子 他就去到教会里面 之后 当他自己踏入教会的 那一个时刻开始 每一个礼拜天 我们那个时候是 网上聚会 八点聚会 他七点九就来 甚至有一回 我们的新年 这个青少年的敬拜活动 他都出现了 吓我一跳 怎么我父亲这么早就来了 而且住在下面 他那个时候对耶稣的渴望 他就已经把人家 对他那个眼光放开了 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就回天 回天家 亲爱弟兄姐妹 真的信耶稣 你的生命当中要有耶稣的话 你就不要在乎 世上人家评论的眼光 到人家一开始评论 你这个家庭 怎样怎样 然后你信耶稣 不配 No 上帝永远不会这么看 我们要放下 那一种世人评论的眼光 要勇敢地站出来 抓住这个机会 不要让耶稣 来到你门口的时候 把他踢掉 既然来到了 抓住他 同样今天耶稣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到你的门口 你此刻可能 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烦恼 你生命当中 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 来到耶稣里面 当耶稣 耶稣来到你门口的时候 抓住他 不要让他走 同样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也需要像巴黎 买这一种 有坚定不移 不灰心 不放弃的态度 遇到困难了 生命当中 碰到困境了 不要放弃 当众人 阻止巴黎买 亲近耶稣 阻止巴黎买 不要出生 巴黎买知道说 我的机会来了 你要我安静 对不起 我不能安静 因为我就是要抓住他 这是我仅有的机会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不晓得 人生会什么时候会离开 昨天我就接到两单的 二号 一个是五条路的 另外一个是我的亲人 同一天 相差五分钟 离开世界 谁能想到啊 没人能想到 我们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那是当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 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呼喊的时候 你要抓住他 第三 巴黎买的这一种 没有盼望 孤单的人生 当他抓住机会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开始经历了 这一个的奇迹 圣经这么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盲人对他说 拉波尼 我要能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盲人立刻看得见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他的生命经历耶稣 那是因为耶稣讲了三句很重要的话 弟兄姐妹注意一下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耶稣停了下来 然后就问了 谁叫我 旁边的人跟他说 是那个巴黎买 那个瞎子 那个没有人看 没有人尊重的 这个很可能是罪人 耶稣说什么呢 叫他过来 叫他过来 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句话 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很 怎么说呢 摆起高高的架子 你知道他是盲人 为什么叫盲人过来 不是你过去 有没有发现 但是耶稣是停了脚步 对旁边的人说 叫他过来 弟兄姐妹 这句很重要的话 因为叫他过来 是耶稣对巴黎买 发出的一个的邀请 巴黎买不敢走过去的 他在那个地方 只能在远远的地方 喊着 他抓住机会 喊着耶稣 他希望耶稣怜悯他 但是他没有走过去 他可能也走不近了 因为耶稣周围有很多人围绕着他 然后这个时候 耶稣就停了脚步 跟他旁边的人说 叫他过来 然后人家就跟你说 过来 耶稣叫你了 马上立刻跳了起来 走到耶稣面前 这是耶稣对他的一个的邀请 同样耶稣今天也对我们 发出这样的邀请 过来 到我面前来 耶稣对他说的第二句话是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难道认为耶稣 不知道他心里面要什么吗 耶稣很清楚地知道 巴迪迈要什么 但是耶稣就要巴迪迈 亲口说出他内心里面 此刻的渴望 巴迪迈就说 我要能看见 我要能看见 因为他清楚地表达 自己内心里面的渴望 与需要的时候 耶稣讲了第三个句话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就一句 整句话当中 耶稣从来没有说 去吧 因为我医治了你 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你得救了 No 耶稣说什么 因为你的信救了你 因为你相信 你就得救 因为你相信 你的病就得到医治 同样的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劳苦筹房 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 耶稣会跟我们说 孩子过来 他问第二句话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当耶稣问你的时候 弟兄姐妹 请不要害羞 就直接跟他说 主啊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空虚 我生命当中 有很多 没有人知道的愁苦 你知道 在我生命当中 曾经碰过 好多回家的情况 在我没有办法 跟人家诉说问题 怎么说呢 男人有泪不轻坛 对不对 又在家人的面前 根本泪都不能够滴下来 怎么办 跪在圣殿里面 因为我有教堂的所思 我就开了门 跪在圣殿里面 我就跟上帝 上帝你知道 你知道我的劳苦筹房 你知道我的问题 你就把你的生命当中的问题 告诉耶稣 弟兄姐妹 当我从这个跪殿上 站起来的时候 问题还在吗 问题还在 但是我的心不一样 当我把这个问题 向我们的神述说之后 上帝给了我一个 很清楚 很明确的一个平安 去吧 我会引导你 感谢主 当我在这种 没有盼望 不懂得怎么走下去的 那一个的情况里面 上帝给了我智慧 那一个的智慧 是我过去 从来没有想到的 那种的智慧 是我过去 不晓得应该可以 用这种的方法 去处理的 但是当我站起来之后 走出门口 忽然今天脑海当中 就散过这些的话 你可以像这样 这样做 怎么过去没想到呢 那是上帝恩待了我 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一个 耶稣的三句话当中 我们就看见 原来巴迪买 他的生命能够 得到改变 得到医治 是从他相信开始 当他愿意相信 耶稣是他的救主 是他的盼望 他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 如果他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相信 他的生命 还是沉沦在当中 那他能够得到 最终他就得到了医治 恢复了他的身份跟尊荣 我刚才说了 他的名字是 荣耀之子 荣耀之子 现在竟然是 残缺的 是瞎眼的 而当他得到 完全医治之后 他就恢复了 他一个的身份 你要晓得 犹太人 有残缺的 你不能去到 圣殿里面 这是他们 他们对信仰的 那一种的坚实 你有残缺的人 你有没有办法 坐在那一个 会堂的正中央里面 去聆听神的道 你只能在外面 弟兄姐妹 而耶稣 医治了巴迪买之后 恢复了他的身份 恢复他的尊严 从此以后 他能够尽一个 犹太人的本分 他能够在人群当中 自由地走动 同样今天 耶稣也能够愿意 恢复我们的身份 恢复我们的尊严 整个生命当中 对他来说 对巴迪买来说 最大的那个转变 是什么 是眼睛能看得见 不是他的生命 得到多少的财富 他的眼睛看见 就是他最大的凑获 耶稣今天同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发出邀请 弟兄姐妹们 当你感觉到孤单 你感觉到没有盼望的时候 他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对你说话 我们思考一下 到底这一段的经文 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 第一个 你是否看见 你是否表面很风光 但是心灵却空虚 仿佛盲人 看不到前路 可能你很富有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可能你的班很多 你的产业很多 但是在人前校的时候 往上回家 你只能对着自己的枕头哭 因为你内心里面孤单 你仿佛看不到 那种的盼望 你仿佛不晓得 明天怎么走 今天这是很多人 现实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们有发现 很多有钱人 有钱人的忧郁症 你们有发现 很多有钱的人 晚上不能睡觉 他不应该很好睡的吗 没有 钱太多 睡不着 我怕睡着等下 有人来偷 内心里面没有平安 内心里面感觉上 自己虽然有钱 但是钱买不到 生命当中的平安 可能你内心里面 不单是没有钱的问题 可能你生命当中 没有朋友 表面上看起来 朋友一大堆 点头打招呼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我们 有心生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要找一个人 愿意听我讲话 都没有 这种人其实跟 跟这个巴迪马一样 我们是外表风光 但是内心里面 却是空虚 看不到前路的 你是否愿意 把你的外衣丢掉 跑向耶稣呢 这是我现在 弟兄姐妹 发出的第一个的邀请 第二个的邀请 可能你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内心里面 已经非常的满足 我有耶稣 耶稣在我生命当中 我感觉很快乐 这是我生命当中 最大的祝福 你再思考 第二个的问题 那你是否听见 周围有许多 巴迪马的纳行声 他们在呼喊着 等人家来帮助他 呼喊着 需要有一个的人 来解决他生命当中的问题 他希望有人 介入他的生命里面 你愿意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你是否会邀请他说 来吧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耶稣愿意帮助你 耶稣愿意解决你 生命当中的问题呢 弟兄姐妹 叛光马这段的信息 丢给大家 我们做一个 很好的思考 当你回家之后 垫高你的枕头 想一想 我是不是那一个巴迪马 第二 我是不是那一个 耶稣旁边的那一个人 很多巴迪马 要到耶稣面前 但是他没有门路 我们许多告诉他 说stop 不可以过来 还是 你把那个门口打开 你跟耶稣说 主啊 这个的有需要 然后把他带到 耶稣基督面前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 上主 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从巴迪马的 呐喊当中 我们就发现 改变他人生 恢复他尊严 尊荣 身份与地位的 不是别人 不是外在的财物 乃是耶稣基督 同样的 今天当我们生命当中 陷入孤独无尽 无助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 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知道 你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知道 你愿意搬自我们 克服生命当中的问题 所以恳求父神 你继续引导我们众人 让我们内心里面 感到孤单 没有盼望的人 今天愿意回到你的面前 让你来成为 我们生命当中的主 当你问我们说 可以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跟你说 主啊 我们内心里面的需要 同样的 或者我们此刻 我们生命当中 没有这种的问题与思考 但是我们看见 生命当中 有许多这样的人的需要 主啊 给我们这种的使命 给我们这种的动力 我们愿意把人群 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向众人 显明你的爱 让众人看见 你就是那位真实的救主 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脚踪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好 谢谢红果弟兄的分享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抛下我们的外衣 抓住机会 跑向耶稣 并且成为人的祝福 现在好不好 让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来唱回音诗歌 抬起我的头 之后我们有请郭牧师 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祝福祷告 你按照我的命来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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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仔细的爱将我拥抱 你为我转身 你为我转身 共一生 皆一生 是我活出身的尊荣 不灰心 无伤胆 依靠主 必无所权 全能神 赐爱主 你用笑脸帮助我 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 我的山在河高台 有谁向你 扶持我 命于我的无仇 我要抬起我的口 我要抬起我的口 勇望主耶稣基督 荣耀去我 我思维的团排 我要抬起我的口 我要抬起我的口 勇望主耶稣基督 那神神高 一生靠主的神 我要抬起我的口 勇望主耶稣基督 荣耀去我 我思维的团排 我要抬起我的头 歌唱阿里路牧羊 大声宣告 你身靠主的身 不畏性 不善待 你靠主比无所缺 全身 慈爱主 你用笑脸打住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 我的伤害和高抬 只随向你不指望 应于我的无求 我要抬起我的头 勇望主耶稣基督 荣耀君王 不是为你锻炭 我要抬起我的头 歌唱阿里路牧羊 大声宣告 你身靠主的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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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主耶稣 我们感恩 你看到我们的心 对你有信心 主啊 这是所要的 这八地买 对耶稣有信心 他眼睛就被打开 感恩 来到你的面前的 这帮你自己的儿女们 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对耶稣说 主耶稣我对你有信心 对耶稣有信心 我们就能够看见神迹 我们也相信神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身上有什么困苦 病痛 有什么难题 我们对耶稣有信心 他开了八地买的眼睛 让我们灵眼也被打开 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需要 继续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他是行神歧视的神 等候他 等候耶稣基督的人是有福的 病会得医治 鬼会给赶出去 问题会解决 贫穷会变成富足 软弱会变成干强 Amen 主耶稣谢谢你 这时候 愿我们每一位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大家说 主耶稣我相信你 大家说 主耶稣我相信你 主耶稣我相信你 我对你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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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 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帮助我们每个人 在耶稣里面宣告 对耶稣有信心的人 是有福了 今天是道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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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